confusednite 那我們先來看 on-rone run 的 input decision 這時候廠商的問題是什麼 也是它的模型,我們現在的模型,第四個模型 廠商追求利潤最大,maximize pi 然後這pi裡面後面,就不光是l,還要depends on k 因為l跟k都可以變了,這時候兩個input都會變 假如你有三個input,三個input都會變 然後一樣的,會等於trp 這時候不是depends on l,還depends on k 然後減掉tfc 這裡面trp of lk,是p乘以f of lk 這個是tpp,或者是plugging function 原來短期的時候沒有k,長期的時候k要放進來了 這時候lnk你要同時選 然後減掉tfc的話是w乘上l,加r乘上k 就不是k0,這個他們地位對等的 labor,capital都可以選擇 所以這時候的first order condition 就不光只有一條 first order condition有兩條,因為有l跟k 所以我們的first order condition partial pi的lk partial l 等於partial的trp of lk partial l 你可以看到為什麼我在前面這個trp 為什麼不寫subl 或tp不寫subl 因為trp是兩個共同有的 當你要寫arp、mrp的時候 你那時候可以寫l 因為做mrp的時候 像這個其實是mrp 那時候是針對l做的時候 你就寫mrp subl 把他寫出來 然後減掉 這裡的話是partial的tfc lk 多寫一次 partial的l 這個東西叫做mrp subl 然後減掉 這個很簡單,tfc是這個 對l的微分是等於w 這是要等於0 這是第一個first order condition 然後第二個first order condition partial pi of lk 然後對k 這是等於 partial的trp lk partial k 這是marginal physical product of capital 減掉 多寫一次 tfc of lk with respect to k 這個是叫做等於mrp of k lk 減掉這個tfc是 wl加rk 對k的微分子 你減掉r 等於0 所以我們有兩個first order 第一個first order condition 是這個 1 2 1我們再改寫一下 從1的話是mrp l是等於 等於w 或者是 我們說mrp是等於什麼 p 乘以 從這裡可以看到 p乘以什麼 partial f over partial l 就是mpp subl of lk 等於w 這是第一個四 第一四 二四 或者是mrp l lk 等於r 或者是p 乘以mpp l of lk 等於r 所以我們原來這一條 原來在短期的時候這一條式子 然後你要check second order condition 你要check shut down 在長期的時候沒有shut down 就是你到底要stay 或是leave 現在多一條 capital 對不起 這是k 寫錯了 k 第二四 第二四 前面沒有錯 這是k 所以k的微分 所以這裡有兩個四子 這裡有兩個四子 所以從這兩個四子 這個e prime 2 prime 從e prime 2 prime 就可以解出來 這裡的地方是這兩個 這裡面有幾個 這個p是被告知的 w也是被告知 r也是被告知 有三個 然後 這兩個dependence 從l k 你要解l跟k 所以從這裡可以解出來 l star 是functional w r p w r 還有p 我圈起來了 然後 k star w r p 所以我們做比較靜態可以做三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比較靜態 就是w改變的時候怎麼影響這個 怎麼影響它 r改變的時候怎麼影響它 怎麼影響它 然後這個l怎麼影響這個 這個是label demand curve r怎麼影響k 就是capital demand curve 然後另外這個price怎麼影響這個lk 這個有另外的 所以這個算出來 這個就是long run的 這個 做比較靜態的時候 long run的input demand curve long run的input demand curve 那 在繼續往下之前 我們來看看 我們把第一次跟第二次好了 兩個除一下 除了以後我們發現到p跟p消掉 變成什麼 mpp l 所以mppk l k 等於 w3r 這個我們知道又等於什麼 marginal feasible product的比值 是什麼 叫做mrtslk marginal rate of technical substitution 表示什麼 你為了生產相同的output 你增加l 你可以減少多少k 就是兩個input之間的代替的比例是多少 叫做 編輯技術替代率 marginal rate of technical substitution 等於這兩個marginal physical product相除 兩個編輯生產率相除 就等於mrtslk 是等於w3r 那這個式子同學們有沒有很面熟 mrts是什麼東西的邪率 iso-quant邪率 對不對 這是編輯技術替代率 很像消費者的編輯替代率很像 我們實際上也是編輯替代率 只是說自己加個technical 是告訴你說這裡談的是生產上面的 所以加個technical 否則的話它也叫做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我們這次期中考 我就漏寫了technical 實際上意思是一樣 就是在l跟k兩個之間的 代替的能力有多少 在消費者那邊也是一樣 消費者是消費x跟y 這兩個 你多消費x就少消費y 這兩個有代替能力 那這個一樣 你為了生產相同的output 你多用l就可以少用k 這個代替的能力有多少 這個就是什麼 iso-quant 就是等高線 等產量曲線 等產量曲線的斜率 這個是slope of an iso-quant W除以r是兩個input的價格比 這個實際上是等於什麼 slope of the iso-quant Iso-quant line是直線 這條線告訴我們 在這條線上面每一個點 每一個input的組合 都是花一樣多的錢 它的斜率就是等於w3r 這兩個斜率相等什麼意思 我們在前面有談到 在前面那一章 我們談廠商的成本曲線的時候 有談到 長期的 短期的成本 那個當然很簡單 就是短期capital固定了 只有label變 你要生產多少output 你往回推 就可以推出多少input 你這個input的數量 乘上工資就得到了tbc 加上固定成本以後 就得到了short total cost 所以很簡單 這個就不需要去算 長期的時候比較麻煩 長期的時候 兩個input都可以變 所以你要選擇哪一個 在同一條線上面 有很多的input組合 可以生產相同的output 那你為了生產這個output 你有很多的點可以選 那你要選一個什麼 選一個最靠原點的 iso-quant line 那它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Iso-quant和iso-quant 要相切 也就是說兩個斜率要相等 你看 所以這implies什麼 這個實際上是 first order condition for minimize wl 加r乘上k subject to f of lk 等於x 我們要追求成本最低的 為了要求成本最低的 first order condition 就是 我告訴你 你要幫我生產這個x出來 所以你有一條iso-quant 那這條iso-quant 成本最低的時候是 你的iso-quant line 跟iso-quant相切的一點 這是均衡點 這是前面我沒有講過 這個是l star k star conditional input demand function 記不記得 我們談 conditional input demand function 為了生產這個x 什麼是最efficient的 efficient就是成本最低的 就是efficient economically efficient input 這兩個 我們這個l star 跟我們現在目前的l star 不太一樣 這一個是成本最低的 這個是什麼 profit最高的 所以我們看這個是profit最高的 first order condition 可以找出來 它的成本最低的 first order condition 兩個是一樣 所以 代表什麼 利潤最大的時候 the input combination 一定是 成本最低 為了生產 某一個特定的output之下 成本最低的 input combination 只是說 這個input combination 為什麼叫conditional 就是conditional on這個x 這個x不是某一個x 這個x是 這個對應的 這個你算出來 l star k star 你可以帶到這個production 方形進去 帶進去 這個就是利潤最大的output 最大 這個 這是利潤最大的input 這是利潤最大的output 這個x還不知道 是不是利潤最大的output 要看 你有很多不同的output 你假如把這個x 這個x帶成x大的話 這個算出來成本最低的l star k star 就是利潤最大的l star k star 以前我講課的時候 我不會把這個用l star k star 但我們習慣 均衡就是用star 之前我們conditional input demand的話 我都有寫l0 k0 那我們今年我用 全部都用l star k star 缺點 l star k star 跟這個l star k star 是不同的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是long run的input 那個demand function 然後它imply 它是economically efficient 它利潤最大 它imply也是成本最低 為了生產在x大的時候的成本最低 我想這個也是蠻trivial 就是假如不是成本最低 你就應該找另外一個成本更低 那時候利潤會更多 假如這樣的話l star k star 就不是均衡點 因為有比l star k star 更利潤更高的input combination 好 那同學們講說 你first order condition 出來了 那second order condition 很抱歉 我們second order condition 我就skip掉 因為second order condition 牽扯到兩個變數的 second order condition 就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在短期的時候 只有level變的時候 我只要算pi double prime 就可以了 在這裡的話 我們要算 它的二階的偏導數 那時候要用hation來看 我想那部分我就跳走了 那其實second order condition 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我們的利潤最大的時候 必須要怎麼樣 我們在短期的時候 我們知道second order condition怎麼樣 是要邊際報酬遞減 對不對 或者是邊際成本遞增 這個兩個 就是我們得到結果 為什麼短期的 output supply curve正邪率 就是因為我們要求邊際成本遞增 為什麼短期的 因素需求許限要有複寫率 我要求要邊際報酬遞減 這是second order condition要求的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用這個圖形看 我要求的就是怎麼樣 你必須要什麼 ISO quant 要向原領圖書 也就是說我必須要什麼 邊際替代率遞減 但是我這裡不證明 我只告訴同學們 要利潤最大的時候 必須要邊際替代率遞減 假如你有興趣的同學 數學比較好的同學 可以去參考我跟蔡老師的書裡面 我們有把second order condition放進來 但是 在這裡我們就不寫 但是它的背後的經濟意義 就是要邊際替代率要遞減 講到這邊就看有沒有問題 這是second order condition 當然也有我們說的leave 或者stay的那個 它的利潤必須要大於0 大於等於0 但是不像在我們短期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看那個 比較average 跟 marginal 那個數值 你可以來看 兩個都是 marginal average Output decision 看 marginal cost 短期的 marginal cost 跟AVC 那個最低點 那個成本的話是看最低點 那demand curve 看最高點 就是你要mrp 必須要低於arp 這個是input demand 那長期的時候比較難看 所以我們就skip掉 那我們接下來要談的 就是說為什麼 從這兩個first order condition 我們可不可以得到 這個input demand function 是不是downward sloping 目前看不出來 那不像在show round的 只有一個式子而已 mrp 遞減 我知道是複寫率 second order condition 要遞減 我知道是複寫率 那在這裡 這兩條 我從1' 2' 解出來的 是不是複寫率呢 我們來研究看看 它到底 input demand function L star K star 到底是不是downward sloping 所以我提出個問題來 L star 是function of W rp 這個 看這個 W增加的時候 L star會不會減少 第一個問題 或者是我們叫K star 是capital demand curve 我們說R 這時候不要用W W是它的價格 Label的價格 R是capital的價格 這個R上升 會不會造成capital的減少 也就是downward sloping 也就是我們要做比較近代分析 單的分別做 W跟L star跟K star 它到底是不是downward sloping 我想知道是不是downward sloping 我們當然希望它是downward sloping 我們當然希望它是downward sloping 最好是複寫率 比較好解釋 那它 為什麼W增加 L會減少 或者是W減少 L會增加 為什麼會是複寫率 首先第一個當然是很tribute的 就是你 我們說 given W增加 這時候當然你 你不要一起變 R跟P都fix好了 一起講的話 你根本沒辦法看出去 我們就很簡單的看 W上升 我想要知道 這個是造成L star增加減少 確定一下 首先我們知道W增加的時候 W除以R會增加 這是兩個input的相對價格 W除以R增加 我們說假如 given and output 假如說output沒有動 我們現在注意到 W增加工資上升的時候 那個equilibrium output一定會動的 equilibrium一定會動 我們暫且說 假設 暫且output不動它 因為 L跟K彼此互相有代替的關係 所以 given and output x fix x xfix 為了生產相同的 output 因為W增加的話 馬上會造成怎麼樣 這L star就會 就減少 K star會增加 我們看這個圖 假如這個是均衡的output x 原來的 這個是 W1除以R 這裡 W增加的話 我們說 W1變成W2 然後W2大於W1 以後面的符號 比較好用 然後就這樣 這個是 W2除以R 你相同的Output 因為你工資變貴了 提高了 你原來用 L1 K1 現在你工資變貴了以後 你會用L2 K2 所以 這裡是L2 小於L1 然後K2 大於K1 首先第一個感覺很順利 你工資越高 當然Label減少了 接下來我要看 這個X到底是增加還減少 我們先分離開來 這個效果我們叫做 Input Substitution Effect 因為 因素價格相對變高變低 W3R是相對價格 因素價格相對變高了 變貴的 相對貴的東西少用 相對便宜多用 在同樣的Output之下 這個是很Tribute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看 Output Effect 到底這個工資上升以後 會使得我們的均衡的Output增加減少 回顧一下 我們在短期有講過 短期的時候工資上升 那我們知道短期的成本曲線 有兩條 一條是show long marginal cost 一條是ABC show long marginal cost 是等於W除以MPPL 那個圖我們在上一堂課 畫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寫的 而且畫兩組 因為show long marginal cost 等於W除以MPPL ABC等於W除以APPPL 所以這個W變的時候 整條線垂直的上下移動 變動的時候 W上升垂直往上動 W下跌垂直往下動 兩條線都一樣 而且維持它的形狀 而且兩個最低點 依舊維持在最低點 編輯報頭遞減 這個編輯成本遞增 那個一樣的 就是剛開始的編輯報頭遞增的時候 編輯成本遞減 那個也是完全維持一樣的形狀 但是長期沒有那麼乖 長期W變的時候 不一樣 成本曲線 因為這時候W變了 它不是像我們在短期的時候 那個成本曲線就是W除以APPMP 你要回來這邊看 W變的時候 你這個Given某一個X 你要用哪一個Input Combination 那你價格變的時候 你要考慮 你會用到哪一個Output 就是它整條線的Shift 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下一堂課來看 再來談 當工資上升的時候 這個線是怎麼樣Shift 它就不像短期的 就是很Even的兩條線 一整組的垂直上下平移 它沒有平移 平均成本有移動 邊際成本不見得 先跟同學一告 我們下一堂課再來討論那個 那個就是Output Effect 這是Input Submission Effect 另外一個就是Output Effect Output Effect就不確定了 下一堂課我們就要來交代 Output Effect長什麼樣子 也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W上升以後 怎麼去影響兩條成本曲線 邊際成本 長期的邊際成本 以及長期的平均成本 怎麼樣 這兩條線怎麼移動 這兩條線會影響到 廠商做的決策 利潤最大的決策 注意到 廠商利潤最大的決策怎麼樣 看到價格 就要找Marginal Cost 等於價格的 這是Personal Condition 還要看什麼 用Average Cost 看要不要待在這產業裡面 還是要離開 就是說 就是說它利潤會大於0 所以這兩條線很重要 那我們要看 這兩條線怎麼樣受 受這個W的影響 W上升的時候 這兩條線到底會不會跟短期一樣 垂直往上 垂直往下 只要垂直往上往下 那很簡單 垂直往上的話 就是Output就減少 垂直往下 Output就增加 但是它實際上沒有那麼乖 它並不是垂直的往上 垂直的往下 我們下一堂課我們再來看 好 講到這邊 各位還有沒有問題 好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課上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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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